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大家都要問到底台北股市要跌到哪裡去 每天都在跌 跌到信心都沒了 連手機都不想打開來看 台北股市今天一開盤只有紅那麼一下下 13111之後就一路的往下撒 而且越接近五盤跌點持續的擴大 今天中場市下跌了270點收在一萬兩千八百 一十點亮兩千零八十億元 今天復貢獻點數方面台積電 本來前半場都撐著還不錯 沒想到殺尾盤 難道是法術會有什麼樣的暴雷嗎 好擔心 國泰金金融股彈花一現一日反彈 今天全部打回原形 受險的這個防疫保單的風暴持續擴大之外 美國現在債券的價格狂崩也讓金融股遭受很大的壓力 今天國泰金打到跌了半根停板 富邦金也跌了接近3%的幅度 老師老師我們這時候可以先來問好了 這怎麼一回事啊 昨天這根變盤的十字星出現 本來就有點希望 今天這根大腸黑 難道大家連今天晚上的CPI 真的連賭都不想投 就覺得一定是爛到爆嗎 那整體上其實呢 你可以發現到特別是進入 各位請看 就好像進入一個隧道 我們經常講隧道盡頭有個曙光 台北股市好像永遠看不到曙光 其實最主要就是在於說 不管每股的 接下來你遇到是正向的訊息 空方的 包括台北股市都一樣 不管你多方訊息跌 空方訊息也跌 沒有訊息更是跌 就是說反正我就是這樣子一直走啦 我們來看這裡是一個 這裡是一個多頭戰車 然後接下來它出現了 可以幫我稍微商調一下 它出現了這裡是一個 空方攻擊型戰車 然後這裡也是一個攻擊型戰車 這裡也是一個戰車 連續三台空頭戰車 並且這三台戰車持續往下走 跟一台比一台大騷 一台比一台強 所以整體上我認為就是說 在未來這段期間 特別是從九月份到現在 我們所接觸到了 就是說不管怎麼樣的格局 它就一直跌 一直跌 各大類股 通通都是跌 所以最起碼就是說 我們要設定好 接下來要看到三個條件 三個條件都滿足了 才能進場做對了 好 那三個條件 蕭老師等一下會說 大家不要急 那看一下今天晚上 所有人都關注的是CPI 到底CPI重不重要呢 感覺也不是很重要 就是說真的 什麼訊息都跌 美國CPI人家講不要高於8.3% 不然會再跌 那有這個小摩說 如果CPI超過8.3% 可能美國要再跌5% 那今天關注的是雙網法 收匯 台積電跟大力光 那油價回落好消息 市場估9月份可能只有8.1% 那9月的PPI高於預期 通膨壓力還是在 費德的會議記錄出來說 降通膨是首要任務 所以態度還是滿硬的 那今天有大家追問國安基金的看法 超盤手阮清華說 國安基金沒有觀望 一定會積極進場 可是也講了啦 不要跟外資來對注 因為逆著行事在走 你可能會受傷的 那台積電今天的法說會 好換沙盤推演 第三季確定賺了一個股本 大賺10塊錢 但股價真的很弱 那盈益率優於預期 第三季獲利 既增18.5% 年增79.7% 有人說如果說好棒棒的情況 是資本支出提高 美國禁令衝擊說還好 但是這個機率很低 那機率最高應該是這一個 狀況現在有變差了 資本支出要減 美國禁令衝擊很高 大家認為這個方向 可能是比較有機會 所以台積電今天 扎尾盤是因為這樣子嗎 那整體上舉例 大家說這裡是看CPI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意義 就是說今天最主要就是說 外資機構所出區的針對明年 認為CPI 美國的CPI 一定在明年的第二季 會跌到剩4個百分點 然後接下來會往 聯準會希望跌到2個百分點 但是說4到2這會拉長時間 但是這過程是不是很痛苦 對 整體上我認為 縱使CPI這次公布大幅度下跌 但是也不代表股市會漲 所以我們來看右側 包括其實最主要只看一個 看營業利率 營業利率50%代表台積電 電鎂做100塊錢的生意 它是賺50塊 這已經好到一個不行 可是也不代表台積電要漲 那你說那我到底該怎麼辦 所以跟各位分享幾個關鍵 就在於說我們面對金融市場 主要有三個 就是說我們要知道 它到底要跌多久 它要跌一天 跌三天 跌八年 它是要落多久 第二個 它要跌多少 就是說一檔個股跌10%夠不夠 不夠跌50% 難道要跌到99%嗎 它要跌到多少 最後一個也是最重要的 我們要確定什麼時候才要漲 好 我們先看左側Bloomberg 在上個禮拜針對台北股市 所出去的看法 各位請看 Bloomberg針對加權指數 他是說這是針對台股 現在包括未來的獲利預估 各位請看 最上面這一條是2024年的預估值 2024 中間這一條是2023 好 最底下這一條 這次今年2022 也就是說台北股市不管在今年 甚至於明年跟後年所有上市會公司 它的獲利情況並沒有大幅度率退 但是我們遇到的是 加權指數是這樣崩跌的 這個是個事實 我們要接受它 因為商品價格永遠是真的 它明明再跌 你說它不跌 它不跌 它就跌給你看 所以我們來看右側 右側就是我們去統計 從1996年台海危機以來 1996叫台海危機 台股要跌多久 要跌多少 它跌到5022 也就是1996年 當初跌到5022 接下來叫Dakam Dakam各位可能應該也會記得 這是網路泡沫 這一次跌得重 它跌67% 是在2000年 各位一定說 為什麼它可以跌這麼重 各位不要忘了 Dakam是整個公司不見了 對 它不是只是衝起 就是說這些網路公司 直接就消滅了 所以它才會跌得重 接下來是金融海嘯 就是雷曼事件 雷曼事件跌了13個月 網路泡沫跌18個月 它跌掉59% 緊接而來這三次理論上 台股這一次的通膨效應 應該是跟歐債危機 差不多 跟人民幣就2010年 跟2015年的人民幣 以及兩年前 各位再回顧 兩年前是不是新冠疫情 對 它的跌幅分別是28% 28 30% 這次已經達到30% 所以理論上這次的跌幅 已經夠重了 問題是它到底是要落到什麼 該不會要這個吧 整體上 我們可以利用所謂的反轉指標 來做觀測 第一個你要先看 這個反轉指標到底值不值得 我們去參考它 就是說它的準確度高還是低 首先你看 它每個高點全部都抓到 每一個幾乎百分之百全重 它沒有錯過 你抓每個高點 它全部都對 都是KTJ在100以上 就是說這個J只要到100 你就不要指望 它會漲 它不會漲 問題是關鍵來的 我們講0 0的部分在過去這幾次的 重大危機事件裡面 它總共抓到三次 它沒有每次都抓到 它有1 2 有3 另外這三次 歐債 人民幣跟新冠 它沒有到0 它只有到20就上去了 20就上去了 那這一次真的了不起 這一次已經跟金融海嘯一樣了 也就是說它這一次 我們去看它的J值 它已經不是破0而已 它現在跌到-14.6 那你說該怎麼辦 你要等 要忍 要忍 忍到0 保守的朋友 縱使你看到排骨在漲 你要忍 你要等它回來0 就是說它沒有回來0之前 縱使上揚 可能都只是非常短線的一個反撲 所以真正的關鍵 什麼時候要漲 一定要等這個J回到0 J有沒有辦法回到0 反攻的三要術好重要 好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面對每天的台北股市 對 我們都希望能夠在第一時間 很確定知道 今天台北股市會去 我今天可以增向 對不對 如果它不行呢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隧道 盡頭好像看不到亮光 你知道嗎 好 所以我們來看舉例 好 那因為不是很難 跟大家做個參考 第一個你不要看開盤量 開盤之後這個交易量會往下掉 對 你等那個第一根竄上來的 今天的第一根是9.07分 9.07分 當然已經出現了嘛 它告訴你13068 也就是說加權指數只要守不住13068 它就跟你說這個隧道還沒看到亮光 還沒看到亮光你就要洗它 OK 砰砰一直跌跌跌跌 好 今天比較戲劇化就在於 它爆出一個B 對 一般來講一個A就到收盤了 對啊 那今天不太一樣 今天就這個下跌過程 理論上這裡國安基金應該是有進場的 不然不會爆這個量 就是說在這個下殺過程 有進場 老師覺得這個地方國安基金有進來 它應該有去擋 所以才會爆出這個量 這該什麼時候 在10點14分 那因為10點14分的交易量 是不是大於9.07分 對 所以這個B大於A 這個A就被取代 就不用看了 它不重要了 好 接下來你又要看這個12993 它到底守不守 結果它一秒鐘都不守 它就直接破了 所以代表說今天還是沒有亮光 所以就持續就要等 第一個一定要看 有沒有站上當天的強弱關鍵 對 沒有站上強弱關鍵之前 當天你面對台北股市 我們就不要過度的樂觀激動 好 這個方法其實蠻簡單的 大家可以每天開盤之後 觀察開盤之外的 另外一根大的成交量 抓住就是今天可能開盤到收盤的警線 如果跌破的話可能要保守一點點 如果站上去的話 也許可以稍作樂觀 那第二個反攻的要素是什麼 第二個反攻的要素一定要看台積電 因為沒有台積電整個盤撐不住 但是我們在昨天提過 我們昨天是講說 因為它最大交易量 美國時間爆在10月11號 價格是不是在 我們昨天在節目上講63.23號 昨天晚上它也很給足面子 持續漲64.1 它有守住了 這也是為什麼 今天早盤台積電的表現 還不差對不對 好 問題是 我們來看第二個 反攻的第二要素 各位你靜靜的看這張圖表 你猜都不用猜 就是台積電它無論如何 要站上401.5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它站不上401.5 代表怎麼樣 代表在這個禮拜 有很多無辜的投資人 被套在台積電401.5 套了9萬多張 5千793張 我們已經不講524了 那不重要 我們說現在524跌到401.5 這個幅度算是跌得夠重了 對不對 對 那你要看到台積電什麼時候 穿出這個隧道看到亮光 你最起碼 這裡叫高檔 高檔沒有亮 我們可以說這邊叫高 524叫高 400塊這裡叫低對不對 低檔有沒有方亮 有方亮啊 問題是你不可以守不住啊 你守不住不代表 你還要走一大段嗎 是 所以它無論如何 我們剛剛講 第一個 強弱關鍵 它大盤要守得住 第二個加權指數 再怎麼樣 你台積電要去守401.5 對 好 那台積電 能不能夠守401.5 是後續大盤加權指數 轉強的關鍵點 那從老師 從KDJ的指標來觀察 它現在是不是真的就是 落入超跌的一個狀況了 現階端是超跌 但是我們要確認 我們講你要去確認它的起漲 這個確認起漲不是股價 當天短線的漲一塊兩塊 也就是說我們來看 上圖是台積電 我畫了這裡一個圓圈 這裡畫個圓圈 這個圓圈就是賣 我們低點畫個圓圈買 高點畫個圓圈就賣 好 然後中間我畫出一個綠色的 這個叫正常軌道 也就是說任何反轉指標 都有一個正常軌道 它是上下來回波動 以KDJ的J為例 0代表它告訴你 我要漲了 跌破0你就等 等它回到0 那就是一個起漲 沒有辦法知道要漲到多少錢 但是你知道它一定會回來正常軌道 正常軌道在這裡 接下來它還來到正100以上了 那你一定要站在賣方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一定會回來正常軌道 正常軌道這裡叫做0 我們來看現在 現在的台積電它跌到-14 你說它確實跌破0 它在告訴你 我簡直跌到亂七八糟了 你跌到無法想像了 但是你要確認它的起漲 確認起漲 你要等它回來0 很重要 它沒有到0之前 你要稍微保守 好 那另外兩檔 這個聯電跟陽明 一樣 不管是聯電 陽明等等 或者你手上的任何股票 你當你用反轉指標去看 聯電其實是已經確認起漲了 對啊 它不一樣 它是確認起漲 它跟台積電不同 它已經確認起漲 這裡叫0 這裡叫100 這裡叫0 中間這個叫正常軌道 你不能說我買這裡 它跌到這裡 問題是它不是趨勢指標 你說我買這裡 可是到今天套牢 那就不對了 因為你是用反轉指標 反轉指標就是 我如果是買在0 我來到正常軌道 我就該走了 你不走也可以 但是你不能再跌到這個0 50以下 50以下 它只要在50以上 你可以續爆 破50你就絕對要走 OK 現階段的聯電 它是確認是一個多方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陽明 陽明也是確認多方 你說是嗎 是 我們來看 1 2 3 有3次正100 一次 2次 3次 0有一次 這裡是正常軌道 現在它正式有站上0 好的 以上時間 老蕭老師針對的大盤 現在跌跌不休 大家沒有信心 可是怎麼樣確認大盤 有機會反攻的三個條件 剛才節目當中 有非常清楚的闡述囉 如果說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不管是量價關係 或是反轉指標的觀察 怎麼樣套用在你手中的股票呢 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參考這個畫面上面 老蕭老師的大頭娃娃 用手機掃一下QR Code 跟老蕭老師加一個Line 相關的內容跟資料 老蕭老師有空的時候 會跟同學們來分享 現在大盤跌沒有關係嘛 我們花點時間做功課 未來還是可以把錢給賺回來的 好 廣懷看一下 今天林佳琪正式上路 除了這個半導體慘之外 解封股也好慘喔 完全就是利多不漲 華航跟長榮打到了跌停板 真的太超過了嗎 魔鬼藏在細節裡 到底還能不能夠來買解封股呢 我們再來拆解 休息一下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利空利多 真的搞得股民們無沙沙 黑人問號 今天很重要 我想很多人在這個早上看新聞 有很多記者朋友跑去機場 為什麼 不少人搶了今天出國 因為今天出國之後回來 就不用再隔離了0加7 所以代表說大家出國呢 會更加的放心了 但是為什麼這麼大的利多呢 航空股怎麼都沒去還大跌 利多出境我懂 但航空雙雄有需要到跌停嗎 今天解封航空雙雄利多出境嗎 美銀說解封熱潮已過 利多出境了 而且貨運的供需變差 第一次季運價忘記季減 目標要價 華航砍到15.3 潮航砍到22.2 凱基認為油價很高 客運變動成本也高 明年獲利會衰退 雙雙都降頻 一樣是看到15塊左右 那長榮航看到22到23塊左右 那現在呢 我們不要說機票很貴啦 不過呢 航空業者為了要吸引更多的人 來搭機出國玩 有來降價 輕宇航空10月11月降價 最多殺5000元 那長榮航空呢 大概11月份飛日本 從2萬多塊變成1萬4 但跟以前比還是比較貴啊 那另外是半導體的禁令部分呢 真的這蝴蝶效應在發散了 美國的晶片禁令呢 衝擊硬材在大陸的銷售 所以硬材說 這一季會虧損4億美元 但低於先前的預估 那新的年度低進營收 也可能受到影響 因為他們大陸 占去年營收29% 今年股價已經崩了五成 那目前不再出貨中國 宣布的廠商有 柯磊柯林研發硬材 那核商的艾斯莫爾 還有東京的威力科創 所以呢這三個公司 一個是IP股啊 慘啊 大陸專案沒有辦法用在 AI跟HPC兼股價 打跌停 那半導體設備的 宏康跟加登都說 我們的對岸的製程 都在成熟方面 這個HPC AI 我都沒有做乾淨喊冤 今天股價有看起來 逆勢的抗跌 稍微好一點點 我想要問一下阿文塞 我們先從很多人關心 機票來開始問西好了 怎麼會這麼大的利多 給人家打到跌停 對 今天本來想說解封的話 應該滑航跟長環空的話 是今天大盤可能一個多頭指標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降坡圖 盤中圖形的一個部分 怎麼長環空一開放 怎麼跌這麼凶 我們看到2610的 所謂的滑航的部分的話 怎麼跌這麼凶 不是利多嗎 一看 一早起床的時候 一看原來這個美營的一個報告 還有一個凱基的報告 他講這個獲利的部分的話 也令得我們有點驚訝 因為他今年大概賺1塊7毛4 本來大部分益估的話 明年可能稍微比今年稍微差一點 但是問題大概應該也有一塊6 一塊5的水準 就是說差不多的水準 他講0.76 這樣就少一塊錢 這對長環空來講 少一塊錢少很多 那環空今年賺0.72 那照理講明年應該獲利很好 因為到處都解封了 到處客運都大幅增加了 只剩0.27 所以怎麼會這種估法 而且昨天其他的研究報告 跟他講的完全不一樣 怎麼會差距這麼大 他的利基點第一個的話是 航空的用油的價格還是在高檔 你看這個156在這個地方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資料的話 一般來講是8月的資料 那現在是10月 其實油價已經跌了80幾塊 所以變成說航空的用油 它還是往下降的 只不過這個圖形的話 看起來的話好像滿高 其實它是在下降之中 成本在下降之中 那現在最大的正義是說 它為什麼會估這麼低 因為它認為就是說 明年的貨運會年減49到59% 這是很嚴重的 怎麼會減這麼多 減這麼多 這件不是說大家要把客機改成 貨機瘋狂的運貨嗎 對啊 那實際上我們這樣來看 這個的話是永豐街 白白都是開發說 這個凱基所聽的 美營所聽的跟永豐軍所聽的 都一樣 但是寫出來的東西不一樣 你看它這邊的貨運載客率 貨運的載客率在去年當然是最高 因為那時候航海沒有貨 塞船塞港塞櫃 所以就是用航空 所以93.9% 今年掉到86.7合理 93.9降到86.7 但是理論上是今年下半年景氣不好 明年上半年景氣不好 下半年就恢復 這邊是83.3 他怎麼說會降到49到59 這就是很大的聲音 就是說我要怎麼想 我認為明年景氣不好 全球景氣不好 所以我把它降了很多 我認為會降49到59 但永豐軍他反而認為就是說 明年是83.3 沒有降很多 就是說明年的景氣上半年是不好 下半年就起來了 整年度全球的一個GDP 再怎麼調降 也有3.2 不然的話就是2.8這個水準 全球3.2 2.8的水準的話 這個貨運一定還有一定的水準 所以這樣的橫沽的話 應該不是像它這種東西 而且貨客運的部分 你可以發現 大概原則上本來這個客運 這個所謂的債客率的話 在2021年是20 那很低就是整個都是疫情 大家都不能出國 那今年的話還是53.5 也不夠好 但是明年就會70 搞不好更高 因為大家憋得實在受不了了 所以如果真的疫情降低 大家解封 這個可能還是會往上拉 所以如果說用這個來評估 應該也不至於這麼慘 但是就是現在變成說說 外資有很多的報告 它一般來講就是在打壓 所以變成說一出來砍 明年貨運殺19% 殺59% 所以只賺0.27 賺0.76 一開板就跌停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原則上就可能就是說 賣壓稍微比較大一點 是不是要等公司派 自己出面說清楚 會比較了解呢 那我覺得又說 可能就是要這幾天 華航大部分的報告出來 對 很多的話來做一個更正 因為變成說 也許有人看空 也有人看多 那大概整個市場的一個接收程度 我們看K線圖的一個部分 好 看華航的K線圖 K線 對 我們看 所以這樣下跌 我們用周線來看一下 因為這樣下已經是 等於是沒有支撐的一個力道 周線 周線圖 好 來 縮小 好 我們縮小 Roon out 好 來 對 那等於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要看這邊的一個支撐 大概沿著上 大概就是15塊 16塊這個支撐 但是這個支撐如果破了 還是要小心 因為變成這個地方是一個密集 這個支撐區 如果破了要小心 所以沿著上還是要守15塊 16塊這個所謂的支撐區 還是要稍微小心一點 好 那另外一塊是美國的禁令 今天有一個消息是說 好像記憶體的部分 因為美國晶片禁令 居然對韓廠開後門 本來認為有轉單效應的台灣廠商 群聯美亞科等等 可能變成是壞消息了 那美國商務部 已經給予一年的豁免期 那想問一下阿文塞 這個訊息到底是真是假 對 這個東西的話 一年的豁免期 其實台積電也有 但是你可以發現 今天有這個豁免期 HINES是漲的 漲0.05左右 但是我們看到2330的台積電 台積電盤裝也獲得 一年也豁免期 也是獲得 殺下來 奇怪的 為什麼我們現在台灣的命運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說別人利多是往上拉 我們的利多反而是往下殺 或許可能有些人是擔心就是說 這個今天所謂的潘厚 法術會的內容 就法術會先賣一下講 但實際上理論上 台積電還是有一年的一個豁免期 不過我們講這個東西 我們還是認為就是說 這個東西其實對2303的聯電 可能會稍微比較有利 為什麼 我們看聯電的一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K線圖的一個部分 好 看K 聯電的K線圖 好 等一下下 來 在昨天的時候它曾經上漲 在ADR的話也漲滿多的 大家是在想法 是在想什麼一個觀念 就是說因為這個 大陸的12村長一直在蓋… 現在沒辦法有所謂的 這些先進製程的東西進來 它只能在原來的20奈米 22奈米發展 變成產能那麼多 所以在這邊發展 所以變成說耳後 搞不好來轉單到聯電 轉單到所謂的 資源的一個訂單 可能會稍微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東西的話 實際上對台積電是一個舒緩 因為至少有一年的豁免期 第二個來講 大陸這一邊的話 如果說沒有所謂的7奈米 5奈米先進製程的一個進展 它可能就是要在原來的製程 做所謂跳高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個動作的話 有可能就是對國內的一些廠商 包括像聯電 資源這些會稍微有利 所以這一個的話 應該是這樣來做一個解讀 好 那下一個是聯發科的部分 聯發科最近的股價 其實也是滿辛苦 既然說它的9月營收 表現得還不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聯發科還是依然依照進度 推出了新的產品 我們再怎麼觀察這個新產品 有辦法讓他們逆轉推適呢 對 我覺得聯發科 是一個了不起的公司 你可以發現 7月份營收大概408億 8月份的話大概440多億 結果它明明第三季的營收達不成 它可以9月份衝到565億 408 449左右 衝到565億 我說真的很厲害 明明就要調降財測 它有辦法撐到沒辦法調降財測 所以這家公司是很厲害 以前它一開始做DVD Player 後來一年從1萬塊 降到2000多塊 它趕快轉到手機 結果它還是火了 別人早就已經倒下去了 所以這個聯發科 真的是一個很強的一家公司 它現在推新的產品 我相信你可以發現 它為什麼今天聯發科 雖然就說大家都覺得說 股價不好 但是它的競爭力 為什麼會贏高通 真的是有它的本事 你會發現現在的 手機的話最多是1億畫素 它現在已經要發表了 這個1080系列 是2億畫素 是資源2億畫素 所以那個拍攝的一個效果 會更好 4K HDR 所以這個的話 是整個市場最優勢 最先進的 你看第二季它的市佔率 是39% 然後這個高通是29% 贏4% 不得了 手機的競爭贏它 蘋果14% 平手就自己固守自己 展訊的話11% 就是三星只有6% 三星再怎麼拚也拚不過來 但是你可以發現 聯發科是贏三星 39對6%贏高通29% 所以聯發科確實是一個 非常強的一家公司 那我是認為就是說 它主要的重點是 它的散熱太棒 真正的手機的晶片 為什麼會有問題 就是因為高通 它給誰代工 它之前給三星代工 現在給台積電 散熱有問題 但是聯發科給台積電代工 散熱沒有問題 所以它贏就贏在散熱 還有電池的續航力 所以我覺得聯發科是可取 但是現在重點 我們是要關鍵聯發科的股價 我們再看下一頁的一個部分 好 但是我是覺得說 第四季還是一個挑戰 因為現在變成說 有聲音說說它第四季 會比第三季衰退15% 衰退15% 對它的股價 它還是會有一個壓抑的效果 明年的部分 今年其實它獲利還是有75.37 你可以發現毛利率還是49.2 跟台積電一樣60.4 這個毛利率多高60.4 你看這49.2真的是很棒 雖然明年5G的晶片會下來 因為明年三星的手機 它流失掉了 今年就是靠三星的手機 把它營收往上拉 5G的滲透力又換法 然後價格可能會跌10% 所以明年的獲利的話 可能就會降到56塊 所以這個的話 市場還是要經過這個測試 但是它股價已經跌這麼多了 毛利率48% 我覺得說很厲害 理論上這個5G跌10% 4G又跌 整個手機又衰退的話 應該它的所謂的毛利率 應該會降到42 43 還是能夠維持48% 所以我們看聯發哥的股價 我是覺得說 當然我們看周線圖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聯發哥的周線圖 因為現在看日線圖 其實大家都在破底 對啊 在周線圖的部分的話 原則上它現在還是一個破底的格局 但是我是覺得說 像這類型股票要買的話 還是要等於就是說 大概550塊 600塊這邊有突破 至少這邊有突破 量有取來的時候 才是最佳的一個機會 所以原則上現在還是採取手勢 可能會稍微比較好一點 好 半導體的操作 可能要採取手勢 但是有人已經先反應 先修正面板股 要迎來11月份的市足賽 有沒有機會呢 對 其實這一次的話 面板股是真的是滿有機會 我們上次講就是說 雖然它的這個 這個獲利能力一直在下降 但實際上它從第四季 它開始就開始拉 所以它其實是率先 變底部已經觸底 其他半導體是在明年 第二季才觸底 你可以發現它第四季就觸底 明年第一季就上來 為什麼會是這樣 剛才講四足賽 對 四足賽 開始拉貨了 你會發現現在九月的營收 九月營收群狀夜增1.1% 有達增1.6% 理論上大家都在率會 它是夜增 面板的價格是率先跌的 你看這邊開始跌 開始跌 開始跌 但是現在是第四季 不跌合 其實理論上32吋跟65吋 已經漲了 大部分都還在跌 但是32吋跟65吋已經在漲了 所以你可以發現 第四季已經不跌 以前都是跌這樣 第四季的話已經不跌了 明年第一季的話 可能是在震的 所以其實它已經觸底了 開始做拉伸的一個動作 股票市場有些人都說 這個還在虧錢 還在不好 但股票市場是 你很好像星星那種 很好它股價已經下跌了 因為它已經要反應 即將會變不好 很多東西是 它還是不好 它開始反而因為觸底了 它已經觸底了 開始往好的方面走 所以這個觸底開始做拉伸 所以原則上 這類型族群股票的話 就開始有做一個所謂的 這個目標價調降 大模 但是問題因為它的 價動力還是低 還是沒有什麼賺錢 所以操作的話 一定要區間操作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有達了一個所謂的 K線圖的一個部分 怎麼樣來區間操作 所以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這個操作最好還是 大概20塊到15塊 區間做一個操作 比較大人論局的一個操作 會比較理想一點 好 非常感謝文塞 今天針對的 包含了這個航空雙雄 航空雙雄為什麼在結封之後 股價比較明顯轉弱的一個 狀況給大家來做 外資甚至本土投信的解析之外 也包含了聯發科 甚至面板股 已經搶先半導體落底了 股價慢慢主體向上的機會 搭上氏族賽的行情 區間操作可能是比較有獲利的空間 若是你對剛才阿文塞 所講的個股 任何問題或想法的話 都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阿文塞的大頭娃娃 用手機掃一下QR Code 跟阿文塞加個朋友加個LINE 相關的內容都可以跟LINE裡面 跟老師來請教 還有討論 我要回來一下 台積電公布了法說會的內容 的確是有下修今年的資本支出 從400億元降到360億元 好 已經呼應了外界的聲浪 稍微看得保守一點 能夠給股價止血的機會嗎 我要回來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今天台股的雙王召開法說會 都是平蓋股的大咖 台積電跟大力光 那大力光剛才公布了 第三季的一個數字 EPS是61.01元 創下12季的新高 看起來平蓋股收回iPhone的加持 表現真的不錯 i14加持台灣的IT廠 營收增兩成來到了史高 收回iPhone14加上台幣貶值 19加營收合計為1.7兆台幣 年增21.3% 連續五個月的增長 那講到這個平蓋股當中 當然有ABF載板三雄嘛 高盛這個時候力挺 他說很多的半導體的 都受到了美國晶片經營的影響 股價跌得稀利花拉的 ABF載板也沒例外 可是他們仔細評估認為說 這三家公司遭到出口限制相關產品 影響真的好少 只有0.7%而已 是不是有被錯殺的疑慮呢 但另外鴻海部分 今天真的非常抗跌 全肢股當中它最勇了 10月18號鴻海的科技日 登場前呢 又有FB秀了美國參展Model E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鄧老師我們就從大力光來聊 第三季營收計增39% 年增12% 優於市場預期 老實數 林安平執行長什麼樣的說法 等一下我們會幫大家持續追蹤 不過第三季的確 獲利EPS創下了12季的新高 真的匹級太來了嗎 難怪它今天股價特別抗跌嗎 是的 我想大力光我們之前提到說 整個台幣的貶值 它也是有匯兌的收益 我們看到整個平蓋股裡面 我們看3008的大力光 你就會發覺到說台北股是在這個地方 12345678 八天下來它是都完全利手 可是如果你看台股會嚇死人 光這三天跌800多點 不要講說八天前 八天前低點早就破了 而今年一整年下來大盤跌掉5800點 當時我告訴各位 只要有在1700 甚至1700以下你有買的人 基本上各位 這三天跌800多點 你發覺到就在這裡 有沒有 它曾經來到1685 可是各位 今天是收到1755 對 你說你在這三天大盤跌掉800點 你買它的人還是賺錢 有 那再加上說現在的法說公布出來這麼好 明天搞不好啪 就往1800來跑了 所以基本上 這個就是為什麼說 它沒有破前提很重要有沒有 底部是越墊越高 包括我們講的鴻海也是一樣 2317的鴻海也是一樣 你也發覺就是沒有破 它就是沒有破 如果說從今年一月份到現在 大盤跌了5800多點 你發覺到鴻海就是利手 它的禁止有沒有 100.33 所以跌破100塊你閉著眼睛買 而且我一直告訴同學們 你就存股足買鴻海 會比台積電好 對 為什麼 講個最簡單的道理 鴻海今年不是配5塊2萬 對 那如果你在100塊來買 你殖利率有5% 一定存好啊 再來鴻海這一整年都不跌 原因就是它股價跟禁止就很近 就是100塊 對 可是你說再來就是台積電 我說它的基期比較高 所以你發覺它整個跌下來 從688跌到 這一次已經跌到395了 但鴻海過去 股價是200多塊 沒錯 可是在這幾年來 對 你就發覺這幾年來 它的殖利率也高 也比台積電高 那基期也是低的 這幾年來它是低的 但是台積電是從688跌下來 是從高的基期慢慢的修正 當然不是說台積電不好 台積電修正到這個地方 應該有機會反彈 只是說反彈的過程當中 你還是要做一個減碼 會比較安全一點 好 這些3D液高 包含了瓶蓋股 大力光跟鴻海間的表現 都相對大盤逆勢抗疊 為什麼呢 就是符合鄧老師所提出的 這個EPS還不錯 然後每股靜值 夜算還算OK 然後位階稍微低的 大家可以多做留意 那怎麼樣來操作的話 畫面上的CG都有 除了可以用手機拍下來之外 也可以參考我們這個 螢幕上面有一個 鄧老師的大頭娃娃 下方的QR Code 用手機掃一下之後 就可以找到老師的Light App 如果說你對你的持股 或者是未來 現在台北股市崩跌 怎麼樣找一些低位階的個股 來去佈局的話 都可以參考鄧老師的大頭娃娃 記得掃進去之後 跟老師打個招呼 說個嗨 互動一下相關的訊息 老師就會自動推播到 你的手機裡面了 老師讓我們集檔個股 從這個表格裡面來做解析 好 我想鴻海大家看 今年上半年已經賺4.53 所以符合我們講的3D 高裡面是什麼 D的本益比 那基期也是低的 以今年來講 它現在就屬於低的基期 那你再看9月營收 它也年增了40% 那1到9月是成長13.66 所以營收也不錯 基期也低 本益比也低 然後股進比也低 然後我們發覺到這些股票 基本上 你會說它的卷值比雖然不高 可是它就是一個互盤的一個要求 你說它也不容易跌 因為我說只要在鏡子附近你買 市場上會看鴻海其實 在10月18號應該也是好消息 最重要是它的長線 到2025年整個電動車的發展 我想這個趨勢已經越來越明朗了 會比一年會比一年來得好 所以你就發覺今年的鴻海 非常的抗跌 好 穩穩的買100塊附近 都可以找機會 大力光 我想今天的法說公布出來 真的很不錯 就很不錯 所以你看上半年就賺78.36 剛才說第三季賺60.01 60點多 第四季這樣加上去還得了 第三季就賺61 就已經139了 那你說它有沒有機會挑戰 我講的月線 甚至於說外資長線不是說 平等看2200嗎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數字出來 我覺得是越電越高 越電越高 那重點在這裡 1700之下 你有把握住的 老師前兩天還講說 大家可以買零股 對 買不起 買零股都沒關係 10股 20股也好 那基本上數字會說話 再來就是 為什麼它可以這麼抗跌 各位 這個低點 這一波大凡崩跌 多跌了1000點 之前是13928 今天不是跌到12839 809了 好 不止1000點了 它都沒有破 那股價是會說話的 對 好 下一張是 景碩 高盛送暖 對 影響沒那麼大 其實基本上沒什麼影響 對啊 所以基本上這個可能是 已經又再次被錯殺 可是你發覺到什麼 它這個低點也是沒破 所以它反而有機會就是 做出第二隻腳在上 所以你看到這個線型 你發覺它雖然今天也是被殺 對 可是它也沒有破87 對 可是如果你看大盤 我們看一下加全指數 好 看加全指數 這裡到這裡是又破了很多 光這三天就跌掉800多點 所以反而是在這樣的利空 測試大盤無差別的下殺 我反而覺得說應該要懂 懂得危機入市 如果空手者買景碩 基本上很安全的 第一個 靜值 ABF三雄裡面它最高 對 然後第一季賺8.04也沒有問題 那同樣的 這個地方就有機會 醞釀一個所謂的第二隻腳的上漲 好 和碩 好 那講到紅碩 這個和碩 靜值在62.77 你說昨天我們告訴各位 你載這個56塊多 就是載這個地方 前滴載這裡 你有沒有發覺 它離前滴就差1塊錢左右 對 可是光這短短的三天 大盤跌掉800多點 它基本上也是利手 為什麼 因為股價低於禁止 好 再來 它今年的配股是配5塊 哇 配這麼多 配5塊 如果明年一樣配5塊呢 這種股價是不是很吸引了 真的 對 如果說假設配4塊 我覺得也很吸引人 對啊 如果50幾塊 配4塊也很棒 對 所以為什麼 我昨天也跟同學們講 你其實想要用純古的心態 買鴻海 買合碩都很OK 因為它也是符合高資利率 對 而且股價還低於禁止 就很安全 比較是防售型的股票 對 好 那你看到起跡 在網通裡面 其實在前三季都講說很棒 很棒 光9月份營收也是年增68% 那1到9月也是成長了三成 那重點是它卷支比 其實都維持在高 現在還有60.84% 你就發覺到股價 它是在這個平台之上整理 有沒有 有 曾經點到過季線 就馬上就拉上來了 對 可是你知道這段時間 大盤跌掉多少 這兩個月大盤跌掉 多少點 它為什麼不會跌 那你說今天它有沒有跌 有啊 今天也有跌啊 可是有沒有發覺這個季線還是立手的 還是向上 對 而且是守住的 所以基本上原因就在這裡 第一個營收沒有問題 對 卷支比很漂亮 巨高檔 再來MACD是在零軸之上 所以它是相對抗跌的 同樣是網通 今天大老師挑的省準 對 那今天為什麼會挑省準 各位你看 9月份營收 一倍 對 1到9月62.9 你說今天它跌下來 跌下來我反而要講為什麼 就是因為跌下來才會碰到這條線 我印圖的時候還沒有碰到 我早上印圖是189 那結果它來到多少 180 就是來碰這裡 那你想 從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 再下來再上去才有空間 才有空間 而且基本面也不錯 上半年賺8.75 那你算一算這樣 它如果來到180 這本一比一算11倍 10倍左右 對 很便宜 而且你發覺這個就是低檔 而且它卷資比有慢慢在增加 我覺得有機會 這個好的營收 殺下來反而是可以留意 因為營收是很好 那你講到台達電 你看 在之前 台北股市這三天還沒崩跌之前 它是創高 對 那回來之後 均線糾結處在這裡 對 來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然後再看它營收也是 連續四個月創高 對 也非常漂亮 所以你發覺到 你看它今天又留下影線 又頂住這個均線之上 那這個代表什麼 就是因為法人買很多 法人還是買很多 10月份大盤天天破底 法人買了5900多張 10月份 光10月份短了這幾天 那你發覺MACD 爬到零軸之上 所以碰到這個所謂的月線 都是好買點 好 那下一檔個股是 相關策用的建基 今天建基就很刺激 每天都很刺激 你發覺到它這個之前我告訴各位 531跟564這個缺口 對 它連續兩天一次碰531 一次碰564 那今天又來這個缺口的2分之1 所以你發覺到 今天它也一度回來缺口 可是一樣531是利首的 對 是完全利首 對 收盤 你看 收561 那是因為什麼 市場上看到台北股是在 穩盤還在殺 一路殺 殺到收盤 變成說這個地方 有賺的人通通跑掉了 通通跑掉了 可是有沒有因為這樣就改變它的趨勢 目前還沒 還是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卷支比又持續往生 好 那等於說空手的 只要這個在缺口附近 我覺得都可以滴接 都可以滴接 新勝利 好 那新勝利今天一根大腸 殺到月線 對 甚至還超過月線 對 那我的字卡是告訴我 月線附近你滴接OK 空手的 為什麼 你光看這個數字來 9月份我的營收幾倍 301倍 對 301% 然後1到9月成長 一倍以上 123% 那就是因為這個無差別的下跌 它來月線給你買 放出空間 對 這一段 這一段 漲上來高點 我們有提醒大家賣一趟 對 等它回來你再來買 你看今天來到月線 雖然跌破月線無所謂 底下有季線在 是 所以季線也是上揚的 這個都是可以的 好 好 敦泰今天也是跌下來的 對 可是越跌下來 你有沒有發覺 它的本益比就越低 再來 它這個低點還是利手 所以有機會 大盤一指紋 它很快就上去了 對 而且卷資比 而且卷資比 它的卷資比依然是居高不下 對 所以我覺得這種就是 讓空手的一個機會 而且本益比也低 機器也低 卷資比也高 所以基本上可以 利用拉火就可能